哈喽大家好 葡萄干呢是大家喜爱的零食 但是很多人买回家呢就直接食用了 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做法 因为葡萄干在晾晒过程中呢是直接铺在太阳底下的 这样灰尘沙子呢都附在葡萄干上面 如果直接吃呢是非常的脏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清洗葡萄干的小妙招 下面呢就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个容器加入温水 再把要洗的葡萄干呢放进水中 放两勺的面粉进去 面粉呢可以快速吸附葡萄干上的灰尘和脏东西 再倒入一些食盐 食盐呢可以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 现在呢我们快速抓洗一下葡萄干 清洗的时候呢不要将葡萄干浸泡时间过长 大家看这个水呢已经变得很浑浊了 洗好后呢我们将葡萄干捞出来 用温水呢再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洗完了捞出 稍微晾干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这样不仅干净卫生 而且吃起来呢也放心 特别是家里有宝宝和老人呢 吃东西要格外的注意哦 好了清洗葡萄干的小妙招 你学会了吗 此方法呢也可以清洗新鲜的葡萄 效果是很好 喜欢本期视频记得点赞和分享哦 好吗